我很多朋友都在问我 本来是早期的肺癌 做完手术的小节节 复查 什么都正常 有的是一个月复查 有的是三个月复查 复查都是正常的 为什么 抽了个血 做了一个肿瘤标志物检查 结果肿瘤标志物很高呢 其实我看了一下了 肿瘤标志物并不是很高 而是轻度的升高 比如说C199 C125等等肿瘤标志物 甚至像什么磷癌 还有NSE 就是神经吸醇化酶 还有CEA 这些指标 化验有时候会增高 所以很多朋友就特别紧张 是不是肿瘤复发了 肿瘤转移了 其实告诉大家 第一个呢 我们判断呢 我就会告诉他不会的 为什么告诉他不会呢 就是 其实这些肿瘤标志物的检查 并不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经常说他只做参考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 除了有肿瘤 他会升高以外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炎症 感染 甚至呢 有些人呢 疲劳 抽烟 喝酒 等等 都会 引起肿瘤标志物的升高 刚做完手术 最常见的 引起肿瘤标志物升高的原因 手术的创伤 对人是一个刺激 那肿瘤标志物呢 其实他也是一种 蛋白 因子 多态 等等 那么人体在受了外界刺激的时候呢 会有反应 所以有可能表现在肿瘤标志物的 轻度的升高 所以手术后 短期内 会引起肿瘤标志物的升高 那么这种升高往往是轻度的升高 比如说 正常肢的上限是16 你检查17 18 甚至20左右 它都是轻度的升高 不是剧烈的变化 所以大家碰到这种情况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紧张 那么目前我们诊断肿瘤最准确 最标准的方法 还是以影像学为主 就是你照CT 照B超 照磁工程等等影像学的标准为主 而不是看肿瘤标志物 肿瘤标志物只做参考 当然如果这个标志物非常高 比如说正常上限是16 你达到了20几30几 甚至比如说连续撤几次 它在持续升高 那么一定要相信